之前收到有觀眾留言問我 香港人做錯甚麼 三十年前和今天都要在家談去或留 最近看到一個前港台的DJ去了台灣 他說他本身沒有想過離開 所以現在才走得這麼急 後來他在Youtube說 他自己的節目被人剪掉是沒有甚麼原因 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員工做錯甚麼 只是好像一個新業主賣了一間屋 雖然上手留下的傢俬、裝修都頗美 有價值又有用 但新的業主就是看不順眼 不喜歡要搏爛他們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解釋到 為何現在還在香港的香港人 會這麼大壓力動自得救 是因為就算他自己沒有做錯甚麼都好 都分分鐘好像會出事 這個可能就是新的香港邏輯 首先講一下本身的香港邏輯是甚麼 香港邏輯就是之前我在其他片段都講過 其實就是精英教育的邏輯 精英也好 狀元那些都是讀書厲害之餘 都很懂得考試 一份試卷 大部分都是有錯才被人扣分 墨書考試都是這樣的 到大過了做事 除了那些在商業機構 要創造業職之外 很多精英進了政府部門 那些坐穩坐的位置 排隊等星 他們抱著的心態 很多都是多做多錯 不做不錯 最重要是不要背鑊 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他們覺得我的存在 又沒有做錯事 為何要剪走我 為何要趕走我 為何要我想去畫樓 好像現在很多香港的家庭 要掙扎移不移民 究竟沒有犯錯 做乖乖乖的香港人邏輯 為何現在會不成功呢 首先我們要想一下 現在香港人要想去畫樓 這個問題的本質是甚麼 現在這個情況等於甚麼 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問題 就是你的女生朋友 曾經遇上渣男的故事 正所謂 一個人的一生 可能都會遇上一兩個渣男 渣男當然是做很多 渣男會做的事 包括到處追求女 到處借錢 喜歡賭錢 但你的朋友竟然 可能還在等他 不肯放手 短側判他四五年 長側判他二十年 問題是 雖然女生身邊的朋友 都很清醒地勸他 快點分手 但女生都是不放手 不捨得 可能是因為付出太多 總之就不想放手 好了 問題來了 是否死不放手 就好像很多香港人 死都要留下來 就可以如願以上 結局是 通常去到盡頭的時候 反而是男生開口要分手 雖然他可能真的很不濟 但有一刻他找到他的真愛 於是他就跟他本身的女朋友說再見 本身他的女朋友 都沒有做錯什麼 之前都很努力維持這段關係 但盡頭的時候就是盡頭 如果愛情都不能拖 多的話 原來其他很多東西都是一樣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 在這幾年裡 都有很多心靈的創傷 但我想跟大家說一句 不要take it personal 不要那麼上心 因為不是你有什麼做錯 而是對方已經變了 他已經變了 你或者過往是很有用的 提供很多價值 但別人已經找到第二個 他已經不再需要你了 你在他的眼中已經是多餘了 就好像真業主看不順眼的舊家師 即是說你們的緣分已經到了盡頭了 我現在其實都聽到有些人覺得 我留在香港我都還能頂到的 最多去民建聯打工 那收工出門口 不要爆粗 發洩一下 是的 即是說你本身走開的路是直的 現在你的路變彎了 你自己都要走彎去迎合這條路 去迎合這個環境 那究竟不出聲頂硬上 行不行的 其實很簡單 好像上一代經常說的太空人 太空人表面上是work的 是work的 但當中其實 他又犧牲了多少 你又怎樣去算 好像我上一條片都有說 模型的東西 那些是包括他的自由 他開心不開心 他幸不幸福 他心情好不好 他過得輕不輕鬆 其實這件事 香港現在就好像被另一間公司收購了 收購完 成功過渡之後 一定是解僱了前公司的管理 一定是逼走他們 這個都是很classic 又比如像張建宗 他都沒有做錯什麼 沒有什麼理由 就叫他馬上離開了 但反而反過來 剛才說渣男的例子 如果那個女生被迫分手之後 那又怎樣 是否真的從此就GG 其實這樣又不是的 因為去到另一個地方 認識另一個男生 找到另一條路 你反而始終會發現 有你的機會 你還可能很快就結婚生兒子 所以想回頭 你還會覺得 為何我當初 還會浪費這麼多時間 在他身上 這個就是今時今日 情況的本質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Subscribe 這個Channel Turn On Notification Bell 支持Patreon、文字版 多來多求生血雷史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是